回家 如雨啊 你说我们兄妹 从小关系就这么好 你有什么事 可千万不能瞒着你哥啊 我能有什么事啊 我的事你不都知道吗 那倒也是 如雨啊 你最近有没有觉得自己 特别累啊 或者说经常如意犯困 而且吃什么都想吐 你 你说什么呢 哥 别瞎猜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哪怕有事 咱们也不能怕事 这世上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说你这两天这么累 就不要干这些针线活了 哥 你干吗呀 今天 你从来都不会像现在这么啰嗦的 你要再让我真生气了 走走走走 行 我走 我走 如意啊 我有件事一直想问你呢 上次在那个上海 你要回来的时候 我们疏忽了 你被马宁儿抓走了 你被马宁儿抓走之后 你们是不是 哥 其实 其实这件事情 我也不想瞒你了 我怀了马宁儿的孩子 我之所以没得你们说 是因为 我怕你们嫌弃我 我怕你们嫌弃我 如意 你说什么呢 傻瓜 我们怎么会嫌弃你呢 像这样的事 连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 可别说你们了 如意啊 哥哥一直是很疼爱你的 对不对 相信我 这个时候 只有没良心的人 才会嫌弃自己的亲人 是不是 可是 我现在 我现在还可以瞒着 再过几个月怎么办啊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也不知道以后 要怎么出去见人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生活 如意啊 咱不难过 咱不难过了 这样 哥弟你想办法好不好 这件事呢 就包在哥身上了 乖 不哭了 乖 飘逸 盈春 你们看啊 这就是我们 宫联会的办公室 虽然目前只有我们三个人 但是我已经开始 招兵买马了 我相信 我们的计划 很快就可以实施了 飘逸啊 多慧了你给我的启发呀 刘官长 你过奖了 我只不过是灵机一动 才有了这个想法 盈春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看到这些办公用品 想起了我在和平通讯社的日子 那段时间 我一直把武林当做是我的恩人 没想到 他一直都在利用我 都过去了 是这位先生找您 您就是刘官长吧 我是刘长平 请问您是 我是上级派来接替您的位置的 我是陈明 原来是陈明兄啊 让你久等了 这二位是 这位是朱飘逸 陈館长 您好 朱师傅 您好 我来之前都听说了 您在国术馆期间 打败了不少过来踢馆的高手吗 这包括法国来的菲利浦 朝鲜花廊道的崔正金 还有张临海身边的殷孝天 今日一见 朱师傅果然不同凡下 陈館长 您过奖了 这位是柳迎春 柳小姐 您好 您好 你们慢慢聊 我和迎春先回去了 来 慢点 哥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带你出来散散心啊 哥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你整天啊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愁眉苦脸的 怎么可能没事呢 我是你哥 你的喜怒哀乐 我都看在眼里 我可不希望你就这样活生生地 在房间里被自己愁死 哥 好 呸呸呸呸 如鱼 你看 那是这小兔子 我们抓来啊 慢点 轻点啊 哥 你干嘛呢 哥 哥 抓到了 怎么样 我爸爸 好可爱 怎么样 厉害吧 你抱着他 我去给他找点吃了 好 小兔子 吃的来了 你看 胡萝卜 胡萝卜 来 给他吃 吃吧 吃吧 今天啊 有兔子大餐可以吃了 说什么呢 你敢吃的 好好好 不是不是不是 我吃素 吃胡萝卜啊 如月 真乖 怎么样 心情好点没有 好点了 可是 再过两个月 就再也瞒不住了 你放心吧 爹那边呢 我会去说 如果说啊 这次啊 我说服不了爹的话 我告诉你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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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你就什么 我就跟他一个姓 跟他一个姓 他姓什么呀 他 你管他姓什么呢 他姓什么呀 你说他姓什么 好了好了 太极者 无极生 太极至高静静 是种其异境 忘其昭食 你误导了些什么 爹 我误导了 一定要心境深正 开合虚实 内外合一 刚柔并济 这不是你十天前就误导的吗 虽然说我前些日子已经误导了 但今天误导得更加彻底 更加深刻 如风 怎么你去了趟上海 你的嘴变得这么圆滑呢 不过我还是看到你的进步 我为你的进步 感到很高兴 继续努力 爹 对 那个这段时间吧 我的武功确实有点进步 可是对人生经历方面 很多我都还没有体会 希望爹您多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 这人生的经历 要靠自己去得到 爹说得再多也没有用 还要靠你自己亲自去体验 你有什么话 想说就说吧 爹 我们去那边说 来 走 什么事 爹 我呢 在上海认识了一个朋友 这两天他给我写信了 说 把人家姑娘肚子给搞大了 如果说你是他爹的话 你会怎么处置他 这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如果我是他爹 就把他关进猪笼 在脏水里泡一个月 爹 那个人家女孩怎么办啊 那个女孩也有错 教友不慎重 看人不看心 随随便便 就把自己 交给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好好好 爹爹爹爹 您别生气啊别生气 您说的那个朋友 是不是你 爹 不是我 不是我 怎么会是我呢 我从小说您教的 怎么会做这种 下三滥的事情吗 真的不是您 不是 嗯 那就好 以后不要乱假话了 爹果真这么严厉啊 那让他知道了 那怎么办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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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怎么了哥 这么紧张 还叫什么呀 当然是爹了 你跟爹说了 哎呀 我只是换了个方式 试探了一下 没想到 后果是相当地严重啊 哎呀 你 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跟你说 我说我有一个朋友 让别的女孩子怀孕了 如果说他是 那个男孩的爹的话 他会怎么处置他 哎 哥 你怎么能这么问呢 你应该问他 他 他怎么看那个女孩 哎呦 总之都一样 反正不太乐观 哎 如雨啊 你也别太担心了 总之这个事呢 就包在哥哥身上了 啊 算了 哥 听天由命吧 如果爹 实在不愿意接受 这个事实的话 我愿意离开太极门 哎呀 你这是干什么呀 爹就算再生你的气 也不会把你赶出太极门的呀 可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爹 你让爹他怎么办啊 而且这个事情传出去 也是丢了太极门的脸 再说现在整个太极门 除了你之外 根本就没有人可能帮到我 哎 我有办法了 你刚才这么一说啊 反而提醒了我 现在有个人可以帮咱们 谁啊 朱飘逸 不行不行 你千万不能告诉他 我不想让他知道 我现在这个样子 而且 而且他现在身上麻烦 已经很多了 我不想再给他添麻烦了 哥 那又怎么样嘛 再说了飘逸在上海的事 估计也都忙完了 他那么多麻烦 也不怕再添一个麻烦喽 哎呀 哥 哥 我求你了 你别跟他说好不好 坐 我知道你是怕他伤心 可现在能帮咱们的 就只有朱飘逸了 他点子多呀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的话 爹都愿意听 可是 好了 听我的 我这就给飘逸发电报去 诸位 首先啊 热烈欢迎 上海工商界的各位代表 在百忙之中 能抽出时间 参加我 上海工联会的成立仪式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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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北伐军的前进 上海即将迎来 新的变化 我知道 大家都在担心一个问题 那就是将来 上海的工商界 会面临怎样的变化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在这里 我向大家 做出郑重承诺 将来的上海工商业 不仅不会受到影响 反而呢 会迎来更好的 发展机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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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先生您的信 其实啊 在座的一些工商界的朋友 已经发现也已经知道 试图 扰乱上海工商界 干扰经济发展的职位 他们别有用心地鼓吹 上海的经济要瘫痪的言论 他们大肆收购民用物资 轰抬物价 给上海和周边的百姓 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所以 我们上海工联会的成立 就是要与上海工商界的朋友 一起 来粉碎日本人的阴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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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速归 就这四个字 这不像师父的口气 为什么师父不说得详细一点 大事 那肯定是很要紧的事啊 说不定 太极门又陷入什么纷争了 对啊 我看我们还是赶紧先回去一趟吧 好 我们今天就回去 但是我们应该先跟刘馆长打个招呼 好 飘逸 英顺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来来来 我给你们两个介绍几位 上海工商界的人士 刘馆长 我们刚好有事情要找你 你们以后啊 就不要叫我馆长了 就叫我刘叔吧 什么事啊 我刚刚收到师父发来的电报 他说有急事要我回陈家宫 什么事 也没有说明 但是我觉得很紧急 那你们回去吧 世门出事 也不能不顾啊 我们准备今天就走 飘逸 英春 我希望你们回去之后 把事情处理好 早一点回来上海帮我 我的计划里 可不能少了你们哪 刘叔叔你放心吧 我们会尽快回来 嗯 来 飘逸 入风 你们终于回来了 我们收到师父的电报 就日夜兼程赶回来了 太极门出什么事了 其实那个电报吧 不是我爹发的 是我发的 为什么呢 这还不是因为担心 你们不愿意回来吗 所以用了我爹的名义 这样不是更有号召力吗 那你出什么事了 不是我 是 飘逸 去那边说吧 走走走 说吧 如雨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如雨她有了 有了 有了什么 你这么聪明的人 我怎么就跟你讲不明白呢 有了就是怀孕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还不是马宁儿那个畜生 这个天沙 可是我就想不明白了 如雨你说 怎么就这么命苦呢 什么事都让她给瘫上了 你跟迎春为什么还没有孩子啊 都这个时候了还问这种问题 那师父知道了吗 我这不就担心我爹知道吗 所以才把你叫回来了 好吧 那我们一起想个办法吧 兄弟啊 你回来我心口这个大事就落下来了 对了 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盈春啊 我不会告诉她的 那就好 她都知道了 盈春 我这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你别生气啊 亲爱的 说完了吗 说完我们走吧 说完了 爹 我们回来了 爹 你看 师父 回来了 回来好 回来好啊 师父 这位是我妻子 柳迎春 陈师父你好 哦 你就是迎春姑娘啊 好 好啊 如风跟如雨 已经把你们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我替你们高兴啊 朴姨 你怎么回来之前 也不先行通知师父一声 这都怪我师父 我们完成父亲医院之后呢 就急着回来看你 都忘了通知你一声 爹 你啊 那个 这个飘姨啊 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好 飘姨啊 你们两个一路辛苦 早点休息 对了 如风 你现在马上通知厨房 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飘姨回来 我们大家高兴高兴 好嘞 你这是干吗啊 你睡床上 我睡地上 床那么大 我不介意跟你分享啊 我睡觉会踢被子 我还是睡地上吧 地上太凉了 容易感冒 天气那么热 凉快一点好 热 今天很热吗 热啊 看吧 你紧张的 我知道 你是在等我 为我补完婚礼 懂我的人 非你莫属 对了 如雨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们 先去看看她吧 要不你去吧 她听你的话 你单独跟她好好说说 好 飘姨哥 如雨 你最近好吗 我听如风说了 我让她不要告诉你的 这种事情 不能瞒着 如果我们不知道 那谁来帮你 就算你们知道了 也没办法帮我 当初 当初 要不是我执意要离开国寿馆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不是你的错 是马宁儿的错 你千万不要拿别人的错 来惩罚自己吗 其实 也不能全怪她 当时 要不是张领海 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 我 我 我明白了 谁都不想这种事情发生 既然发生了 我们就一起承担吗 这样的事情 只能我一个人来承担 如果到时候 我爹他不能接受我的话 那我就只能离开太极门 到那个时候 你 你能不能收留我 我可以帮你和盈春姐 做任何事情 我可以给你们做家务 做什么都可以 若元 你爹 是不会赶你走的 因为你没有错 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没有错 你爹没有理由去惩罚 没有做错的人 若元 你还记得 我刚来太极门的时候 你跟我说过什么吗 你跟我说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吧 人 要向前看 要珍惜眼前人 你放心吧 有我在 还有如风在 我们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第一次来太极门 感觉怎么样 好 陈师傅 这里真的是 人节地灵的 习武圣地啊 我们陈氏子孙 在这陈家沟生活了四百余年 早已跟这里的一切 融为了一体 我们沿袭太极 传承祖先的记忆 当然了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 来这里学习 把我们的太极精神 传播出去 太极权博大精深 我相信肯定会发扬光大的 还有很多地方你没有去过吧 走 我带你到处逛逛 好啊 谢谢陈师傅 这是书房 我以为太极门只是习武圣地 没想到 书房也如此讲究啊 这里以前是如风如雨他们的私书 他们长大之后 我就把这里改做书房 练武之人 必须要注重内心的素养 所以我一再强调 要内外兼修 陈师傅 您如此高明 相信您交出的弟子 都是真正的武学才子 这孩子还真会说话 你这么说 是不是在夸奖飘逸呢 那是什么 爹 那个人是我爹啊 什么 你说什么 谁是你爹 这个 怀明 你说怀明是你爹 对啊 真没想到 他们这一早 你居然是我们太极门的孩子 我爹他 他难道以前 是太极门的弟子 是啊 怀明是我的师弟 这个是飘逸的养父 叫马哀国 这个是我大哥陈清平 当年他们三个 立志要一武救国 参加革命 这张照片 就是他们离开太极门之前拍下的 原来是这样啊 真没想到 他们这一早 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已经跟如鱼讲过了 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我比你了解他 他损伤虽然这么说 心里一定不是这么想的 我知道他最担心的 是师父 是啊 要是这件事 让我爹知道 是马宁儿干的话 你说他会不会让如鱼把孩子 马宁儿的确有很多错 但是在如鱼的事情上 也不能全怪他 不能全怪他 那还能怪谁啊 你先听我说完 马宁儿也是被张灵海逼的 如果他不这样做 张灵海会杀了如鱼 你说的是真的 是如鱼亲口说的 我估计张灵海是为了把马宁儿 彻底逼成我们的敌人 让他走投无路 这样 他才会死心塌地为他卖命 那这么看来 这件事还非得你说不可了 对了 你想好跟我爹怎么说了吗 想是想好了 但是不知道可不可行 什么呀 跟我说说 我决定先跟师父 说明如雨怀孕的事实 看他的反应再做对策 这么说你有很多对策了 对策只有两个 如果师父通达 我们就说明事实 如果他生气 那 我就扛下责任吧 你扛下责任 那不然呢 要不然 也没别的办法了 就按你说的办法了 飘夷啊 这次真的很感谢你 就算是我们兄妹欠你的 你不要这样说 我这样做 是我自己决定的 如果说道歉 我欠如雨更多 好 好 谢谢 谢谢 如雨的事情 你们聊得怎么样了 凝纯呢 你愿意嫁给一个 背负骂名的男人吗 什么意思啊 如雨的事情我想了好久 只想到一个下下策 我打算 向师父说明 如雨怀孕的事情 如果师父生气 我就 扛下这个责任 你说 凭春 我也知道 很为难你 对不起 是 飘爷 就按你说的去做吧 你这样说 就是支持我 支持你 太好了 你知道吗 我最担心的是 如果我背负骂你 你会不高兴 甚至会有人在你背后 说三道四 其实呢 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的 我只在乎你 我相信你 谢谢 谢谢你 好 师父 喔 飘爷爷 坐吧 师父 好久没和您聊天了 好多话想跟您说 是啊 我也正想找你聊聊天呢 你在上海的成就 师父都知道了 师父的消息好灵通 你们离开太极门之后 我真的很担心你们 但现在看来 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其实 在上海那段日子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 都经历了什么 这段经历 让我们每个人 都改变了 有几次 我们差点就命丧黄泉 现在想起来 依然感到惊心动魄 你怎么过来了 我来看看 飘忆跟他师父聊得怎么样了 还好有你们在 谢谢你 你现在身体要紧 不要担心太多 我们会帮你的 我们去看一下吧 走吧 我只是没想到 你们会遇到 这么大的危机 但是你们能挺过来 师父真的很佩服你们 谢谢师父的鼓励 表姨 我们现在生活在乱世 每个人都有可能 经历灭顶之灾 师父对你们 每个人的期望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一定要 好好地活下去 师父 其实有件事情 我应该告诉你的 你说吧 如雨 她怀孕了 她怀孕了 我知道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我不用说了 如雨她不肯亲自告诉我 她内心的痛苦 我也能够了解得到 我不会生气 也不会责怪她 你们都进来吧 爹 过去吧 没事的 对不起 如雨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你为什么一直要瞒着爹呢